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圖表這個分析工作表 設定底下這些 反正是把A到E全部做完 那這一題就OK 第一個就是把那個所謂的間距調整30% 所謂的間距就是因為這個太瘦了 我希望它寬一點的話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設定 當然如果你假設旁邊這個 理論上點下去應該會出現旁邊的那個面板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有個方法按右鍵 這邊會出現有一個 就是要什麼 最下面這個叫資料數列格式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所以你按右鍵 如果沒出現 我是建議你可以記得 按滑圈 因為有的時候點下去會出現這個東西 但有時候按下去沒有 沒有記得按右鍵把它叫出來就OK 那其中的話有關數列部分的話 它是在間距的部分 本來是219 你把它改成30 那你會改成30之後Enter 就是間距變小 有沒有發現它變胖了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希望直條圖 看起來明明畫面就還蠻多空間的 為什麼沒有把它放滿 看起來有點虛 那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點 有沒有這樣感覺效果會比較明顯 OK 所以第一個 這個效果的話反正你慢慢習慣一下 盡量就是多了解一些啦 這樣你就比較多一些設定功能 第二個就是把圖樣填滿 然後填成圖樣就深色水平線 這個深色水平線有點像這樣 但是我後來發現可能是版本的關係 圖樣的部分在哪裡 油漆桶 你找到填滿的地方 應該是在填滿裡面的圖樣吧 圖樣裡面的話 它這邊我找了一下 好像就沒有跟這邊一模一樣的名稱 它這個名稱要叫什麼 它這個名稱要叫做深色水平線 水平線的部分 它好像沒有一個深色水平線 因為我剛剛找了半天 可能是版本關係 新的版本好像顏色又換了 所以我看比較接近是這個 我們就選這個好了 橫條紋深色 後來可能版本更改了 所以它的名稱就變了 那我們先找一個比較接近的 就是從右邊的這一排第四個 當代替 然後再來的話 顏色是淺藍色 所以加上考試的話 假設是2016應該會有那個設定 你優標放上去應該可以找得到 然後這邊改成淺藍色 這樣的話顏色就OK了 再來的話我們就是外框線 所以特別說 它上面是填顏色 就是填滿 下面的話是框線 所以記得再切過來 然後框線的部分把它改成什麼 它的寬度要是1.5 你可以往上 1.5的話應該是這個 1.5PT 對,然後顏色的話呢 是這個實線 實線沒錯 然後這個線條要是深藍色 點下去 這樣就OK了 我們把它顏色 外框的部分改成 1.5PT的那個深藍色 OK 然後這個部分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直條圖資料標籤 所以要資料標籤 所謂的資料標籤就是在這個上方要看到所謂的那個數字 這個數字的話是到底這個數字多少 那你看看這邊應該400多萬 可是多少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上面呢 點這個圖表項目裡面 找到所謂的資料標籤有沒有 打勾一下 它就出現了 那標籤的部分的話呢 它有讓你選到底要放哪裡 當然如果你至中的話要放中間 有沒有 內側的話放這裡 它要的是中點外側 所以選這個中點外側就OK了 好 那就會看到我們有資料放在這裡了 這個叫資料標籤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還蠻常會用到的功能 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OK之後的話 再來是C 顯示圖粒在圖表 這個剛剛有做過類似的 還記得吧 這邊圖粒有沒有 圖粒在哪裡 圖粒在這裡 然後把它改成在下方 這邊就有圖粒本來在上方 把它改成在下方 OK 那 第一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藍位按鈕需要設定為全部隱藏 那藍位在哪裡 這個功能的話 你可能要找一下 應該會是在 樞紐分析圖的分析這個按鈕裡面 找一下有沒有叫做藍位按鈕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這個可能要慢慢找一下 而且要熟悉它的功能 那點下去之後就有全部隱藏 點下去 這樣就OK了 其他好像這個 全部隱藏之後的話 有些功能 有些按鈕就不見了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在圖表標題 輸入預期放管統計圖 圖表沒有 所以圖表標題 這邊要打勾 圖表 打勾錯了 應該這個是什麼 應該是下面這個才對 然後把這個上面的話呢 輸入剛剛他要的預期放管統計圖 那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最後再設定它的格式 輸入上去建議先點一下外框 你油標快放裡面 放框框上 框框點一下 這樣的話表示設定這個標題的字 再點選那個常用 裡面的話呢 題目有要我們做什麼 把它字放大 出體 這個16嘛 出體 藍色 微軟 其實都在這邊 所以16在這邊 16把它改一下 然後出體在這邊 然後藍色的話呢 這邊就是改色彩顏色嘛 這邊有個藍色 這是深藍 隔壁這裡 藍色 然後呢 再來微軟的正黑體 那找一下字裡面 有字體裡面有沒有微軟 理論應該在最下面 所以拉到最下面 不要慢慢找 微軟正黑體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完成這一體 我看一下 微軟正黑體 這個字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OK 那應該就OK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去參加正道考試 反正就是最重要是要 知道他要你做什麼動作 那你要知道功能在哪裡 其實就做得出來 剛剛好像漏掉一個 樣式 好像沒套用 樣式的話很簡單 直接也是點這個圖 你可以從這裡面找到 設計裡面第八個 1 2 3 4 5 6 7 就這一個 OK樣式8 不過你套用再改 好像會又亂掉了 變成剛剛那個白做了 好啦 反正剛剛這個可能要先做 做完之後 再去修改 所以變成你可能 剛剛做的那些動作 有些要再把它加上去 我們剛剛那個 圖樣的地方 這個可能要再把它加回去 所以記得 這個可能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這個可能要再改一下 其他應該沒問題 記得先點這個 再設定後面 不然的話變成 有些功能就會被蓋掉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的話一樣把這一題 另存新檔一下 然後我們瀏覽的時候 把它改成就是 EXA 306